超过30公分刮痕出现在引擎盖上 车主把爱车停在停车场 怎么会变这样 林先生9月4号下午2点多 把车开进停车场 停了将近5个钟头 离开时才发现这处刮痕 当时受理原警说要提告才能掉监视器 可以回家附近的分局报案 没想到中立分队报案时 原警告诉他 发生地在大安区应该要在那里报案 他是一脸狐疑的说 很不可知心的问我说 你怎么会来这里报案 结果我得到这样的回应 我也是一点纳闷 调研监视器录影带 只有最右侧的角度 勉强看得到车头 没有正面的监视器 是否有人刮伤车辆 根本看不清楚 我比较纳闷的是 他既然没有设置监视器在楼梯旁边 为师庭管住回应 监视器设置以车道为主 车格为辅方式设置 作为现场建置原则 不过要拿到监视器画面 报案却将被踢皮球 也让林先生难以接受 巡逻远警到场协助并调阅 收备停车场的监视器画面 过程当中并无推诿 或拒绝报案的情势 敦华南路派出所强调 没有推诿情势 中立分局交通组 也回应车外案件是属地主义 有协助民众打电话回事发分局 民众若在外地发生生货 直接在事发地点报案 也能加速处理案件 TBS新闻 许某杰曹车人 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